台铁太鲁阁号事故造成严重伤亡 医院收治大量伤者 加上国内疫情趋缓 病患也陆续回院就医 造成血库的压力 光是高频蓬东地区 第一季用血量就增加了8000弹 为了疏解血荒 全台小云旨友会接棒发起的捐血活动 台东地区募集300代的血液 要赠送捐血人在地生产的水果 协助小农行销 捐血站宣传车穿梭大街小巷 号召民众捐出热血救人一命 台铁太鲁阁号事故 酿成54200伤 医院在短时间内收治大量伤者 再加上近期国内疫情趋缓 病患也陆续回院就医 大幅增加了血库的压力 其实我们这一季高频蓬东 这个小区内的第一季的用血量 增加了8000多代 所以我们还是呼吁民众 能够来定时定期的来挽救捐血 为了协助疏解血荒 每年520前夕 定期举办捐血活动的小银之友会 也透过串联全台各会 在各地接力发起捐血活动 台东地区更是认购小农生产的 凤梨和木瓜 要赠送给捐血人 一方面协助行销农产 另一方面也借此 强力号召民众响应捐血 目标是募集三百代谢 小银之友会呢 这一次就也号召了大家捐献了一些当地的当季的水果 那民众如果来捐血的时候呢 就能够拿到这些水果 也一方面帮助我们的农民 我觉得很棒啊 就是帮助农民 然后我们帮助那些需要这些协议的人这样 大家互助这样 因为我们也没什么钱可以出钱 你就自己能捐血帮助 那就尽量帮助 台东捐血站也表示 连两日来民众捐血情况相当踊跃 但仍呼吁民众养成定期捐血的习惯 如此一来 即便面临突发事故 也能有较充裕的血量 可以来做调派 谢谢夏家会台东市报道